当人们认为拜登的政策有可能比川普更有利于中共 在这个时刻 美国对冲经理凯尔巴斯出来做了一番演讲 他说从长期来看 不看好美国公司在中国能够获得继续挣钱扩张 因为2016年第四季度开始 美国公司在中国挣的钱越来越难拿回美国了 实际上我们之前看到的应该是台商 无论你是挣的钱还是你要撤资 都很难拿回去 在之前我们看到的是日本 日本专门到中国来 请求中国政府能够简化撤资的程序 事实上几年下来没有多大的转变 但终归还是有一些 没有进入过中国市场的这些企业 幻想的他们会是例外 他们认为有可能他们在中国还会获得新一轮的扩张 但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资本项目是关闭的 外国资本是单向流入 听起来好像中国对资本的控制非常严 实际上中共非常需要外部给他输入资本 无论是投资还是借给他钱 他一直在利用他获取的外资 购买他所需要的商品 首选就是粮食 那么为什么这会儿巴士跳出来泼冷水呢 是因为全球太多的资本 满怀着拜登有可能上对华政策 出现一个宽松的时期 让他们在中国能够再赚一笔 因为之前在中国投资的这些企业 有一些已经撤离了 那么越来越多的空当给他们看到了机会 可以说像特斯拉这样的企业 他在中国落后 即便大家都知道 完全是空手套白狼 靠中国给他提供的贷款 但事实上 他作为一个标根 作为一个样板 让许多国家的资本 有了一个参照的对象 应该来说资本是趋利的 难是难不住的 没有摘过跟头的人 你跟他说什么 他都认为你有算铺到心里 面对这些人呢 只能用事实来教育他们 之前中共答应了很多 从最惠国待遇 到加入时贸 他们承诺的最后都没做到 而且他们还利用 进入世界经贸循环 所获取的资本 在世界各国开始渗透 实际上开始输出 他们自己的理念 之前人们看到的是 不尊重知识产权 强卖强卖 强迫转让 结束专利 盗窃 知识产权 后来人们看到了 好像他还在输出 贿赂 这种行为 其实在美国抓了好几次了 甚至抓了一些 在非洲 行为的中国商人 有一些甚至是前官员 包括香港的官员 但原先 没有人像 巴斯这样 完全理论的 系统性的 回答 大家关注的这些 经济问题 但其实我们都知道 即便他今天讲了 也不见得会有多少人听 人们总是在尝试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继续能够 获取利润 因为他知道 这有一个强大的集权 他们不仅有低人权 而且甚至可以搞集中营 没有哪一个企业 把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心态 当作自己的目标 他们总是在追求利润 更多的利润 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企业 在中国摘过的跟头 但是每一个闯入这个市场的 都认为自己可以是一个例外 直到今天 这种企业 不仅有 而且还很多 所以你在 大量 外国企业 撤离中国的同时 也看到有一些 才大起初的 还在不断地涌入 甚至我们知道 在亚洲 像日本这样的国家 他想拉动他的经济 他认为 中国目前的状态 对他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之前 日本的经济恢复 从08年以后 就非常困难 每年的GDP 增速他们自己预料的 不过是在1% 虽然他的技术很大 但事实上 从去年开始 日本有很多企业 就完全依赖中国市场 继续保持他们的增长 他们正在替代一些 撤出中国的企业 填补各方面的空白 事实上 你看到的 日美之间 在很多方面 是不太协调的 挣快钱的企业 完全是卖产品的企业 实际上到今天 还有在中国 继续顽强地活着 甚至加大投资的现象 我们知道老牌的企业 撤离得越来越多 但是 从日本自己的报道来看 它连续性的经济增长 有很多出口 都是面向中国的 但你可以说 美国企业的撤出 对他们的影响是很大 日本也确实 由政府进行了补贴 对撤离中国的企业 进行了一些妥善的安置 但直到今天 震冷 惊热的现象 事实上还存在 如同我们看到 中国当时 抗议萨德事件 大家还有印象吗 那一年 中国在韩国采购的半导体 各方面的素质 比于往年 反而是增加了 所以只能说 经济学家 甚至对冲 基金的经理 他们看到的东西 他们愿意公开说出来的东西 还是不见得会有多少人 真的 去套用在自己身上 总认为自己会是一个例外 而且事实上 在疫情 撕裂全球的状态下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 都在增加 从今年四月份开始 又重新回到了 美国 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位置 这就是中共 为什么还能 针对西方国家 针对发达国家 反过来进行制裁 他可以不买你的东西 他可以对你实行限制 对你进行威胁 在大众物资采购方面 他认为 他这样的比重 已经足够大了 他必须能影响你 其实我们都知道 一个成熟的经济体 不至于这么嚣张 那为什么你今天看到的情况 跟预想中的好像不一样呢 贵根到底还是 西方各国的政府 对经济的影响 只能通过 法律 通过政府补贴 进行干涉 不能直接下命令 挣快钱的企业 甚至国家 到今天 事实上还存在 所以今天的世界 真的不容易 一句话说清楚 我们总是能听到一些 非常冷静的声音 但是他们在真实的 经济交往中 发挥的作用 不是 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大 好 谢谢大家 对 感谢